我现在重新放出情意原话了 这次肯定没搞错 天色已经变了 沙尘暴要刮起来了 走 进入沙漠 沙虫应该要出现了 哎呦 雪条出现了 看到它了 准备开队 我突然有一个不成熟的小想法 就是我决定不骑着小飞鼠来打它了 而是下车找个安全的地方 然后准备来带上萌萌南瓜头 利用脚下深层的灯式方块 跳到高处 举高零下打它 应该效果很好 好了 这个位置应该可以了 我把萌萌南瓜头换回倍率 掉落南瓜头了 待会打死沙虫 说不定能掉出十把沙虫泡呢 你小子还真鸡贼 可能你在上面还更安全了 它的沙球应该攻击不到你 还真的是哦 就喜欢它看不惯我 又搞不死我的样子 我的弓弩又能轻松击中它 看来这套路可以啊 照这样下去 这家伙命不久矣 哎呀 都太边缘了 还是能被击中的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 糟糕 它被打得肉痛了 好像要逃跑的节奏 它制裁刚出来 没那么快溜达 只是挪了个地方而已 我现在刚好就在它头顶上方 跟好嘴了 哎呀呀 不小心掉下来了 早知道就不该脱掉 萌萌南瓜头的 小心你的血量哦 已经所剩不多了 谢谢老板的提醒 不然就得送人头了 我已经在吃樱桃补血了 你先点一下哈 我先退到安全一点的地方 回血完我马上回去帮忙 问了个去 虚空大人还来搞偷袭 还好我伸手命接 好家伙 远远就能看到爆炸出现的黑洞 你再坚持坚持哈 吃樱桃回血有点慢 感觉在这下面还是挺危险的 我再上萌萌南瓜头 继续跳到空中好了 刚好利用这个时间 再吃点豪华肉排 补充点饥饿度 你个坑货 就你斯多 都变成我一个人的战斗了 还好我不傻 也跑到果木林这边来补血了 好了好了 我吃饱喝足了 准备继续战斗了 你可以休息一会了 我来拿捏它就行了 哎呀 直接被它给吞了 你这是偷偷的在帮它回血啊 就你这渣渣的技术 我哪敢休息啊 尴尬尴尬 没想到我站这么高 都能被它给吃到 它主要是利用细心大法 把你吸过去的 哎呀 好像又在吸我了 我现在想走都走不动了 不会说又要被它生吞了吧 你挣扎挣扎 我都试它几剑来帮你解围 好家伙 又禁骨险 总算是挣脱开了 既然脱险了 那就赶紧往实力对它呀 尴尬了 我的蛋调消耗完了 那咋着 我也快用完了 它就剩一半的血量 不打死它拿到星星 咱们就亏大了 稍等稍等 我不可能让前面的努力白费掉的 等我再吃点果汁和肉排 补充好能量 我就直接下去跟它进账应当了 那你加油 我没多少星星了 没你这勇气 我认真吃瓜看戏就行了 不然待会又得消化迷你币了 你记得最后一机留给我就行了 没问题 我拿上双能量剑下来了 哎 又跑脑了 这沙尘暴搞得我都没有方向感的 好家伙 又张开这血盆大口要吃我了 算了 我看不下去了 也拿上双能量剑来帮忙吧 主要还是因为你太菜了 这才刚下来就被拿去当下酒菜了 照这样下去 沙尘暴都快消退了 那这家伙就要跑路了 哎呀 尴尬了 我被干掉了 这次真得跑了 没信心了 没事 交给我就行 我发现灯式方块好像可以困住他的节奏 我来多弄一些 看能不能限制他的攻击 好嘞 他头部被封锁住了 我准备脱掉萌萌南瓜头 然后再跑到下面来砍他的身体 哎呀 还是照样会被他伤害到的 人家好歹也是个boss 几个方块就想困住他 这次有多瞧不起他 就是瞧不起他 没想到这双能量剑这么猛的 上午下就砍掉他这么多血量了 哎呀 我又挂了 这次复活 要花两个星星啊 那下次就更多了 你怎么又被吞进去了 又帮他回血了 待会可别把所有星星都败光了啦 我来个去 这次需要三个星星啊 麻烦闭上你的乌鸦嘴 我已经干掉它了 老板 你是不是忘记 把被绿掉落南瓜头给带上了 对哦 不好意思 我给忘记了 只搞到了一把沙虫炮而已 那这把沙虫炮得先给我 有把远程武器在手 我才有安全感 然后去收集沙块后 就可以考虑再打一次沙虫了 好家伙 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响啊 难怪放弃掉第一条沙虫